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他们最近很用功 那还不都是因为假班长定的规矩啊 我觉得这次他们真的有可能会通过 是啊 我也很担心他们通过 如果他们通过了考试 肯定又会像之前一样拽啦 诈本通威了能够重新回到游道式 学习居然开始那么验尖 不信心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王府其实还好 他只是有点疯狂 但是炸门风就不一样啊 那个家伙 跟恐怖分子一样啊 那么暴力 此人不予久留 找到要害 再找出根 没办法咯 贾布施里的地位也越来越不保咯 诶 我听人说 他好像学习都不是班级第一了吧 不是吧 您不要啰嗦啦 我上次是因为没有休息好 我下次就会考第一了 你兄弟让一下 谢谢啊 咋样老门 什么咋样 张峰啊 小心点 好的 有啥进展吗 哪有什么进展啊 大家都要准备考试 哪有心思搞这些啊 咋 你这可不行啊 你多少也在表示表示 哎呦 他只想好好通过考试 准备比赛 好好训练 嗯 我也好想帮帮他 嗯 剩这个不太好 咋 听我的准备字 我坐在那边等你啊 早上报告拜拜 哎 好拜拜 拜拜 那个 吃了给你 这什么 嗯 平时就觉得奇奇怪怪的 突然送我车干嘛 我知道你很想通过考试 可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听说穿这个 考试很灵验的 考试加油 嗯 先休息一下吧 吃个泡面 来 哎 哎 你来正好 你研究要考试 你帮我看看 为亡羊补牢一下 凤哥 这么看得起我啊 你看清楚了 我可是罗小贵 凤哥 我觉得你不用什么 芒羊补牢了 你的羊炫 全是窟窿 凤哥 贾布斯拉个群 叫我们要挤回家 叫我又想干嘛 哎 哎 妹啊 这么晚你也搁这儿呢 哎哎哎哎 那喊谁妹呢 这我妹 他回不回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贵斯 你到底把大家叫出来干嘛 这么晚了 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 是想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非要在网上说 就是 黑灯瞎火 我都会闻得咬好几个方 这次的考试呢 对张文峰同学来说 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几个 重新回到社团 少在那边装啊 还不是你跟贾主任定的 是什么烂规矩啊 其实最近 我看大家努力的样子 我也很不忍心 所以 我希望把大家团结到一起 一起度过难关 啥意思啊 咋团结啊 这是啥玩意儿呢 我不参与啊 回家睡觉了 胡子 跟我走 走啥呀 我慢会儿大家看我热门 你回头帮我啥玩意儿啊 你轻点啊 我新买的愿望 我张文峰你绝对不会搞这种把势 张文峰你有把握可以及格吗 如果你不能回到社团的话 如果你不能回到社团的话 那你的梦想怎么办呢 是啊 方哥 以你现在的视频 怎么可能及格 张文峰 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才会叫上沈嘉怡 韩妹妹这样成绩优异的同学来帮忙啊 你知道这样子对认真读书的学生来说有多不公平 我们也得咨询一下人家的意愿呢 说不定他们不愿意呢 喂 那你叫我来干嘛 发错人了 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 我不想看到你失去梦想的样子 如果 如果你到期中考试再不及格 那也要解散社团 永久停止活动 我觉得你不用什么盲羊补牢了 你的羊炫 全是不如 张文峰有把握可以及格吗 如果你不能回到社团的话 那你的梦想怎么办呢 我不想看到你失去梦想的样子 吼 Korean 我不想看到你失去梦想的样子 теп 小蜃老泣 на 不要吃 ところ 你干啥呢 你的黏不灯挺有主意啊 咋的 真的很作弊啊 你不懂啊 我这是为了 行行行 别说是没用的 咋的 摔跤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柔道 行行行 柔道 咋的 你就不玩那柔道能死啊 你管好你自己啊 唯有我自己的路 张立峰 我觉得你这人吧 平时小毛挺多 但我敬重你还是个爷们 老爷们能干弄虚作假的事啊 你什么都不懂 就不要乱讲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的处境啊 啥处境也不好使 我告诉你 作弊换来成绩 那都是假成绩 你就好比你跟别人去柔道 你躺进一顿死吧 结果最后 人是故意输给你 假的 你最后啥心理感受啊 偷鸡摸狗换来成绩啊 到最后啊 你狗屁都不是 好好想想吧 张安峰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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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杉姆斯 幫我把考試卷發一下 解散社團 治標不成 那你有什麼想法 我記得張文鳳這帳 現在應該已經背了不少處分 如果他剛好在犯一個什麼大師 例如考試處分 那就直接開除學籍 那就正好 以免後患 可是以張文鳳的個性 他也不會作弊吧 他會的 他一定會 他會不會作弊 還會是 我輪到小學 還會去 张文风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试试音乐 操得挺快呀 这么快就交卷了 少废话 我怎么可以有那种东西啊 从你现在的德行 刚才在这儿鼓就鼓得想造潮 那高歌技能玩给我看看 啥玩意 我张文峰作为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 怎么可能用这个作弊啊 再淘一个 哎呀 王虎 你明明知道被你爸搞死了 还用这种方式提醒我 真的很够益气 哎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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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大家注意 考试已经结束了 现在要重新排位 我念到的名字 进来选座位 张文峰 王虎 哎 你们干什么 你们是我们班上的倒数第一名跟第二名 没有资格选择座位 由本主任来安排 张文峰 你坐最后一排最左边 王虎 你坐到前面 我是倒数第二啊 哎呀 东西要摆卷我比他强 快去 哎 你说这给他们还几角格拉呢 这差上咋好啊 好 现在按照正常的顺序 第一位韩梅梅 韩梅梅才刚刚转到我们学校 就拿到第一名 各位同学 要多向她学习 可以选座位了 好 收腿 啥意思啊 锁我是不是 闭嘴 韩梅梅啊 我提醒你一下啊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我们学生呢如果成绩好的话 都会选第一排的黄金位置 C位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是 贾主任 我学习已经很好了 况且我坐哪儿都C位 我能把最好的学习机会 让给最需要的人 而且 王虎他不懂事 交败件 也收没有教育好 我有责任 把他调教明白 加上你就甭乱了 交给我就行了 好吧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谁个这不懂事的 说 我知道你是为我成绩好 你这么做我挺感动 但你做事吧 我怕你是跟臭其佬的下起 越下越臭 我怕我影响你啊 可拉桶了 你有个本事吗 第二位 沈佳怡 可以选座位了 安静 安静 沈佳怡 你也不选C位啊 嗯 没关系 我做这就好了 你干嘛 是我自己交白圈 跟你又没关系 你的乖乖女 跑到最后一排做什么 赶快走啦 你有没有礼貌啊 人家跑到你旁边 帮助你学习 你不老干吗 就你这样 那我同桌就不错了 知道不 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谢谢啊 贾布斯 坐你的位置吧 坐你的位置吧 合适吗 你怎么还在吃啊 好啊 你发育 你吃多吃点啊 你爸爸做什么呢 教育投资啊 哦 教育投资 好 你做第一排 你还没有发育好 不要让别人挡到你啊 别挡到别人啊 别挡到别人啊 你健哥啊 蝉书伦 我坐哪里 你啊 后面去吧 黃顏凱 羅小貴 吳淑穎 陳曉恆 孫小莫 蔡又婷 吳昌良 如一望 大西洋寒流 太平洋影響著泰國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亞 土耳西比巴黎少了一個塔 考完背 看啥玩意 這不都考完試了嗎 丁根本緊 不是 你好意思嗎 你跟後面那二傻人家考到零分 那早晚不都不考啊 人家說學習也不是為了考試 所以選資金哦 現在羅道士還在被封 那我心理管他去哪裡種地啊 想去菜市場買就好了 莫名其妙出水一題 難道作為新華中學最強的男人 畢業後還要當菜籠啊 可 可是 這就是地理知識啊 最含地理了 哎 你斯文一點 怎麼跟我妹說話呢 你屁事 佳怡啊 那個北回歸限制多少度啊 八十 哎 叫肥妹呢 你妹啊 你妹 你妹不是肥妹啊 一個閉嘴 快點 文明點 文亮姑娘讓我給誰叫 我可以吧 這 繼續嗎 隨便 哦 那再一停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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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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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還佳人呢 你容我嗎 你這不是這樣給個書 我就破手了啊 下次 下次再分神 直接上圓規 哈哈哈 那老娘們 造孽 我的媽呀 我跟你說 真的是太熱了 我真是受不了了 吃點地 沈佳怡 你為什麼遲了十分鐘出門 你已經不是考第一名了 難道你一點危機感都沒有嗎 哎 是叔叔吧 您 對嘉儀是不是太過於嚴格了 他其實挺努力的 他這次沒考考 你也不能怪他 主要是人第一名太優秀了 這位同學 你這樣的觀點太消極了 每次考試總要有人第一名 那如果你夠努力的話 你就是第一名 爸 她就是這次考試第一名 韩妹妹 哎呀 你就是 剛轉校來新華那個 超越第二名 四十多分的那個韩妹妹是嗎 哎呀 簡直是太不可思議了 哎呀看來啊 就是我對沈佳也不夠嚴格 你說這話可不能這麼說啊 不是我膨張啊 我想跟您說的是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別說新華中學了 就即使說 你姑娘是全市第一名 那到了全國 比她厲害的人還要很多 你說什麼 金嘉儀聽見了沒有 她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不夠努力 哎 那位男同學是誰啊 啊 張文幫你關進同桌 他們倆老一半學習可積極了 是嗎 你考第幾名啊這次 我考第 她第三名 爸 您走吧 好好好 來 告訴你啊 你自己要想想 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你自己 哎呦 我說張文瘋啊 本來打算你說是不是 咱和大家今天晚上一起 研究一下這個考試的難點 一點 然後看一下為啥能考試這樣 是不是 沒辦法 對 我早說了 來來來來 反正就是回家複習 那就跟你們一起複習 不是更好嗎 那你這樣 你今晚就去她家睡 多提點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教育我再教育 你們多交流 要休息一點 努力 放心 教育我再講 拜拜 走 您回吧 走 好久沒有那麼自由了 謝謝你啊妹妹 這有啥的 就是 這都是你家裡的事 你別嫌我多管閒事就行 妹妹啊 你可以 一起當第一名嗎 為啥 其實 我爸也是為了我好啊 自從上了高中 只要一有人接近我 他就嚴格掛控 哪怕只是我作業做錯的一道題 他都會覺得是我交友不慎 導致學習下降 還會去跟家族人告狀 後來弄得班上的人都不敢接近我 你爸這樣可真不行啊 這不屬於勢力 啊 沒事 你說啊 其實我是想說 這不屬於勢力眼嗎 哪天我得跟你爸好好聊呢 這樣可真不行 哎呀不用啊 其實啊 我是高下學期才重來這個班的 所以跟班上的同學一直不是很融洽 我爸每次只要一發現問題 就會想辦法讓我轉學 以前的我無所謂的啦 但現在我真不想轉學了 因為你有你這個好朋友 嗯 是因為我嗎 你是不想離開你的風吧 現在你倆做同桌了 開不開心 是有他的因素啦 但就一點點 不過 妹妹啊 你這次能考第一名 我真的很高興 我認同的朋友 我爸也認同 真的是太難得了 你聽好了 你聽好了 從今天開始 你沈嘉儀就是我韩妹妹最好的朋友 誰要敢欺負你 告訴我 告訴我 靠得秀她 瞧她 走 兄弟們 愣著幹啥呢 開馳啊 唉 儘管我們樓刀車被禁止活動 可還有這麼多兄弟們在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做了一個決定 從明天開始 我們要恢復訓練 學校禁止我們使用道館 那我們就放學後 去附近的公園家練 只要有我張文鋒在 我就不會讓我們樓刀車 這麼輕易垮掉 來 哎呀 行行行 你是不是上頭了呀 我覺得柔道車在公園訓練這事兒 根本都不靠譜 他們又不是金剛葫蘿瓦 能往地下摔 身體不摔壞了嗎 訓練就是為了練就一身鋼筋地舞 才不會輕易被對手打敗啊 你看看你 你又上綱上下了 說句不好聽的 你這柔道車啊 就是學校一健身房 大家跑往這兒來 就是為了出出汗圖一樂 你非得把大家往奧運會上推啊 你出發點就是錯的 你的門外漢懂什麼 不懂就不要在這裡亂講好不好 我咋不懂呢 我的人我比你清楚 來 願意繼續留在樓道社的 舉手 沒關係啦 我不會生氣的 你們就給出最真實的答案就好了 鳳哥 其實 道館摔摔還好啦 可公園那個 是水泥地面呢 我竟然整到成山山 我媽以為我出面搞事 實話實說啊 其實我們都不是不想練的 只不過家庭會擔任我們複雜時間 那我們大家都沒有好處 我們只不過想去補習社會 惡補一下而已 好啊 既然不想再跟我 就趕快離開啊 否則柳道社 不允許有入膚存在 鳳哥 對不起啊 其實我早就已經撐不住了 我的身體條件沒有你那麼好 本來參加柳道社 也就是想強身健體來 但你的訓練強度 已經有些吃不消了 身體還處處是傷 錯人就應該要認認真正 既然來到柳道社 就應該有柳道社的樣子 柳道社不是用來玩的 是用來流血流汗的 這裡不歡迎而信 走啊 走啊 我會想上車手 沒事我會扔一下 這幫混蛋 既然敢背叛我 我是不是闖禍了 不管你也是 這些人留下來也沒有用 哎呀 行了別上火 他們幾個走就走唄 不還有咱們幾個熊人的嗎 有一句話說得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柳道社只要還有我們幾個在 就還有美好的明天 我有一個事想請教你啊 就是期中考試如果考不好的話 咱們是請不請家長 期中考試不知什麼教授 是嗎 期中考試不算大考試我這樣 那挺好 不是 好像沒有人找過白隽呢 反正我從來沒怕過我 我家就只有我一個人 哎 你爸去哪了 還要我提醒幾次啊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我爸 哎呀 這不挺好的嗎 你爸不在家這是好事啊 如果老是想要找家長 你就跟老是說 你爸不在家 多好啊 但有完沒有完啊 一直在那邊爸什麼爸 哎 你這人啥脾氣啊 那翻臉比翻書還快呢 這咋出狼的又生氣了呢 我還不是跟你一起交白卷才零分呢 不然我也有可能考幾個好不好 你可挖倒了 你考啥幾個啊 你考串都費勁 我帶你考零分 那不是怕你誤入歧途嗎 你這人啊就是得便宜賣乖 最冤枕的是我 我之前模擬考試不都已經及格了 好了你們都不要吵了 反正都考完了 之前期中考的時候都沒有叫家長了 反正這次交白卷應該也不會 我們學校啊 對我們差點傷 還是挺發容的 那挺好 慢慢吃啊 我去買單 老闆 好 買單 哎 要不要和這個單子啊 不用 你直接掃碼下去 好 小福啊 你張卡實質沒有錢了 啥玩兒 你機器是不是壞了呀 還有別的嗎 你看看這兩張卡 好 這兩張都不行了 爸 爸 你聽我說我給你解釋啊 你可千萬別打那些手關的主意 不是你聽我說 喂 喂 喂 我的手嗎 今天我給大家帶來了一些好貨 幫我上老闆 吃我吃菜 晚上老闆的飯飯 那你決心爆炸飯吃飯 我也想成為一個有追求 夢想 而且很酷 我不用跟小包一樣 也得給人家討了一個公道的啊 啊 我一個人心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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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晚上 嗯 嗯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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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ak Oi Oi Oi